大家好 这次的话 我从银南回到了贵族 也就是说从省外回来 我在银南不是买了一些石榴 银南的特长 买了有七八盒 就是送给我的亲戚 主要是我老婆那边的亲戚 送给他们 然后就是昨天的话 就是我爸石榴送给我老婆的大姐的时候 我送到他楼底下的时候 然后他匆匆忙忙的跑下来自己来拿 也就是他不弄我进房子 就好像见到鬼一样 本来没回去的时候 说是请我吃饭的 然后昨天的话也没有请我吃饭 那就是端了一个饭来 就是拿了一个盆子 端了一盆子的饭 跑到我那边来端 端给我 因为我的老婆的话 就是不在家嘛 他也去外地 有事没回来嘛 是吧 本来就是去大姐那边吃饭的 然后他不弄我去他家吃饭 端走一捆饭回来 我问怎么回事的 我的端母娘跟我讲 他说是 他说小时 他说你从外地回来 他说 全部人就担心你会不会有病毒 你知道吗 又没有去隔离 是不是 因为他们很奇怪 他说别人从外地回来的话 都要三家去隔离三天 几家七天 你说我小时从外地回来的话 都没有隔离 你知道吗 所以说他们都是很害怕我 堵住我 怕我有病毒 然后的话 就是我老婆 她的那个姐姐 另外一个姐姐 也是从外地回来 她是坐车回来的 坐车回来的话 就是 没人接送她 然后她自己的老公也不去接 她自己的老公也不去车站接她 也就是担心她 说从外地回来 她说有没有病毒 你知道吗 也很害怕 都是我去接的 也是昨天回来的 那昨天下午我开车去把她接回来 她自己老公都不去接她 你知道吗 是吧 因为她老公的话 就是在学校教书 她说是如果去接楼外地回来的话 她说担心会对工作受到影响 反正被学校知道了 是吧 也担心会不会有真的有病毒 所以我今天就是讲一下这个事情 因为想一下 我的话并没有去过中高风险 起码上去的地方的话都是没有病例的 但是你想一下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疫情到处都有 所以说家里的那些亲人 就是因为他们的话很少出外面 所以他们都非常害怕 你知道因为我到处跑 也担心我有病毒 所以说从这一次事情的话 我感受的到当初武汉被封 武汉人是跑到外地是怎么被启示的那种感受 我这次回来的话就真正的体会到了 连自己的亲人都堵着你 是吧 亲人都不敢跟你接受 堵堵桑桑的 你看一下 算 因为本来我每次回来的话 我的亲人的话 他们都要都会请我去吃饭的 叫我去吃饭的 你知道吗 这次回来的话端着饭了 给我端到我那个家门口 但是也是能理解 毕竟他们并不了解 新冠病毒究竟是很厉害 还是比流感很普通的 不是说新冠病毒的话 现在它的毒性的话 就是比普通的流感很低 是吧 也就是我们一个感冒的话 可能比它更严重 是吧 所以可以想象的时候 当初上海 武汉被封的 那些武汉人 上海人跑到外里是 被人歧视的壮大 连自己的亲人都这样子 你想一下 比如说别人的事 我重新买了一个电脑塔 你看这个电脑塔 很好用 你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的话是挂在前面的座位上的 你看一下 拿这个可以翻起来 不要了的话翻起来 你看 拿药的时候真的放下来 你看 刚好就可以 放上这个电脑 你看一下 放上电脑 拿来玩电脑非常的好 是吧 因为玩电脑的话 就是 不能放在那个乞盖上玩 你知道吗 因为放在乞盖上玩的话 头会一直低下去 对颈椎不好 像我的话 就是以前的话 就是在车上用电脑的话 就一次就是 把电脑放得非常的低 把电脑放得非常的低的话 就引起了这个 颈椎病了 像我的话 颈椎病到现在都还没好 所以搞一个这个的话 就是尽量脱胎起来 做视频 因为长时间用电脑 是吧 保护颈椎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颈椎病的话 真的对身体伤害非常的大 因为你一天到晚的话 都是 涂婴 你知道吗 反正就很难受 那种状态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